我的麵包不漂亮 但是很好吃 做麵包不是為了賺錢 在社會上扮一個角色 但是你也是 越商業的市場裡面 你要做 越不商業的什麼辦法去做 但越不商業就是你要著作精神的部分 就是把物料呈現好 一家沒有實體店面的麵包店 想吃不一定吃得到 因為一週只開滿三天 搶過地點在臉書粉絲專頁上 開放燈登記後 常常就是秒殺 老闆丈先生手度低調曝光 相當年輕的他 其實非烘焙業出身 但因緣機會愛想做麵包 其實這件事情也是很不難不撞 那時候我剛從 從我做維修 做到一陣子的休息 想要休息 因為我覺得好像不適合自己 然後就跑去 跑去環島 那時候整天 無所事事 我朋友就說 他要開麵包店 問我不要幫忙 然後我就進去做麵包 然後麵包做著做著 結果麵包這個東西 其實他有點 有趣的成分在 因為他的東西變因很多嘛 每天的那個做的感覺啊 成分配方體驗不同 就 做做就有點興趣 我廚師麵包業 今年第八年 對一開始 學習做四年 然後後面開店在四年 但是我一開始 並沒有想要開麵包店 對我一開始想要開 像咖啡店 但是我覺得咖啡店有三年次 你說我配方比例 完全自己拿捏 吃的口感完全都不一樣的時候 和物料的糖化也好 就影響就很大了 對 你一個三明治一個 漢堡 為什麼會吃了會吃不舒服 就會跟所有本身講的 內性的關係的話 其實他的麵包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起初 單純只是買設備 嘗試做麵包 結果 吸引街坊鄰居 渾鄉而來 張先生慢慢開始試量販售 在臉書上 公開透明自己的原料 菜單 讓消費者清楚知道 自己吃下的到底是什麼 為了不想浪費食物 加上自己是一人工作室 所以每次開賣 數量有限 常常幾分鐘 就刷一排的加和上限 但不是留言就買得到 很常玩幾秒就會得到 賣完囉 謝謝的回覆 做我一開始 我這一開始 我一開始真的只是要做研究 一直研究麵包的 其實就是因為有趣 沒有為了什麼 就是有趣還有看客人的反饋 看客人回饋你什麼意見 你會覺得 他們今天覺得這可能太軟 這可能太Q了 你就盡量去處理客人的問題 對 但客人的問題 你覺得就是在市場上 就會得到一個認同 客群逐漸有點穩定了之後 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今天如果把材料用得更好 那如果你材料更好的前提就是 你麵包不能剩 因為上架有上架成本 我就用相對再貴一點點的東西 再貴一點點的價錢 賣貴一點點的價錢 但是用很好的東西 但是只貴外面麵包 再一點點就好了 就一點點不要 不要讓麵包有剩 有剩就可以了 單純就是這麼想 對所以我的料全部都是控制的 人力有限 店面有限 設備有限 地方有限 怎麼可以大量行銷 真正的飢餓行銷 是我後面囤貨一大堆 然後開始一點點一點點賣 才是飢餓行銷吧 我沒有後面故意突貨 我後面都是限來限用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不喜歡聽人家說 喔 你機會行銷 2016年開了街 沒有實體店的麵包店 整個工作空間只有六坪大 而店名取作 100胖麵包製造室 背後原因 就是張先生對麵包用料的堅持 用料不隨便 做失敗就不賣 這樣做生意真的有賺嗎 張先生露出燦爛笑容 給了出意料的答案 甚至還說 對他而言 做生意 品質 客人 和信用 都是第一 因為我覺得 100就是 我們一般人覺得 最大 最圓滿的數字 那些事情都從100開始 不是第一 就是100 100就是最豐富 最滿足 因為我們說一件事情做到好的 是100% 沒有說1000%的人做到好的 所以我就覺得用100 他 唸起來也很順 對 然後胖就是 胖 英文 英文是 痛 不是在法國人來說 胖 就是麵包嘛 對 啊 法國人也講胖 日本也講胖 港人也講胖 然後就去認識 就是 透明啊 我什麼物料全部都寫在上面的 誠實 透明 就這樣啊 我也不會說我加了這個 但是我是加一個部分 我要用就全用 4年上來真的有賺到錢嗎 真的喔 要認真講嗎 對 認真講 但是沒有賺到 但是就是 自己過去就可以了啊 設備的攤體 其實就已經 說不賺錢的第一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可以 度日子 然後客人吃 很快好吃 你做我沒有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這樣就好了 很苦一直想賺錢這件事情 業界師傅上面有句話說得很好 越商業的市場裡面 在整個市場越商業的市場裡面 你要走 越不商業的時候 你去做 那越不商業就是你要著作你的精神部分 沒想過靠麵包發財 賺大錢 只想賣出好吃客人喜歡的麵包 然後好好過生活 這就是台中一百胖麵包 揚紗背後 師傅神秘的麵紗 也許就是始終秉持這樣的粗心 用心和決心 這些麵包 才會如此深得大家的喜愛 我覺得就每天賣完就好了 我一個人也不能做很多料 做麵包不是為了賺錢 做麵包就是 在社會上扮一個角色 但是你也是 我覺得是一個 物料跟客戶結合 每一間 你怎樣把好的物料傳遞出去 給客人知道嗎 這個東西原來是這樣 是這麼好吃 為什麼知道 這個東西 它的價值就是這麼好 好吃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這樣 穩穩的下去 看後面有什麼 觸發 可以我觸發我的事情 我在做改變 對 現在就是 維持現狀 把東西做好 客人遲到哪裡 這樣就不對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要克速 2020海美四次大選 纏連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 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文藝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 即時新聞 和露接